16号上午台东县议会第17届第三次定期会 议程为民政、教育、园民、卫生、环保等单位的工作检讨 由议长姚庆林主持、议员王清建、林三天、张国舟等多位议员咨询 县府各局处单位 而对于台东县垃圾焚化场的问题 议员们个别提出了咨询 要施行自治 又是说四年要给五百亿 我们百姓没有感觉 所以 县长 你一杀他上来满三年 我们百姓没有感觉 你说看看 你的感觉在哪里 9.6亿多 这个是不是在你任劣的时候新建的 是不是 中间有 我离开环保局有两年 那你知道当时的百姓一直在反对这个红花炉 你晓得吗 没有听到 当然有听到啦 那我请问你台东现在租载多少 在议会厅、议事厅里面大概有六十亿吧 我告诉你差不多七十亿吧 我们台东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 看不到垃圾 看不到垃圾 我们也不用从屏幕还要灰色 可以穿上去 还要找个圆埋餐来 来给你圆埋呢 对吧 好我就要请教你 是好还是不好 好还是不好 好还是不要你给他认一下啦 垃圾运到别的县市来烧 当然对我们是好啦 最好的吗 好 那就本席市也是认同是非常好 所以说在这次的预算 本席包括本会同仁 都是一致的支持 我们垃圾外印去焚化 你让我们改善 我们也没有这条纸 如 你高级没算 你要用什么贴子 我告诉你 把你炒烘下去 你不能运转 齐帅都不可以了 公布今晚也不可以了 議案也不可以了 最好 让炒烘好好不好 我给你推动 我的議案都给你 你不要再做钱 这个还是会嫌在那边 我跟你说啦 其实你才做糯糯你知道吗 这十几年来 明明知道他没下坏 你还要重讨他 他的合约 他的设计 通通没有这样 管理 听管理市政部队里面 缩丹屁的 我们现在就是要 要买掉 我们仲裁已经输了 这不是输了 这是说 仲裁他没得 结果 打合他不要再继续营运下去了 就县政府要发钱 把它买回来 也要求提出了 实际解决的进度报告 对原住民问题 议员们分别提出了质询 至于台东县议会 定期会的检讨质询 本台也将每日整理新闻播出 以及全程转播 东台新闻的综合报导 儿子 都已经判成了质语运 里面 opportunities